郭老师 她和酒吧里其他的女人 有什么不同 她对我好 她会管我 所以现在让你做一个选择 是选择她还是辞掉这份工作 你选哪个 我会选择她 真的 真的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男女之间出现种种问题 其实都是可以原谅的 比如说刚才女方所说的 她老喜欢我 她不心疼我 这些东西都可以理解 也可以解决 因为热恋褪去之后 人与人之间总是会变得 有些不珍惜起来 因为已经得到了 但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当你的情感 已经给了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 你还要利用自己 跟别人之间的情感模糊 来获取事业上的利益 在这一点上体现了 你把你自己看得很不重要 很不自重 所以我才问你这个问题 她跟那些女客户之间 有什么不同 你说她管你 没错 其他的女客户可不管你 你以为你用你的这种方式 从女客户那儿得来了一些 所谓的销售成绩 但是别人从你这得来了什么 不过是消遣你吧 酒吧就是让人消遣的地方 娱乐的地方 放松的地方 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 人生闲鱼的地方 消遣的地方 娱乐的地方 你找到了一个 愿意管你的女人 所以她跟那些女客户之间 该有多么的不同呢 所以孰清孰重 你应该重视哪个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 你的这种行为 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逐渐慢慢慢慢开始 前妻当然由你的逢迎 主动 到了后来 当她发现自己身边 有很多女客户 愿意 接受她的那种销售的行为 再加上她当了经理 那么你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虽然她今天跟我们说 她在你和工作之间会选择你 但是在实际操作起来 我不太相信 因为在她的心目当中 此时此刻 你不如虚荣重要 不如那个职位重要 所以说女生 大概也就只有 两位老师所说的那个问题 如果自己不尊重自己 就不要渴望一个 正处于虚荣和得意当中的男人 来详细你对她的付出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 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 你选她还是选工作 我并不是逼你去做选择 我只是想告诉你 在那样的一个消遣的场所 你应该知道 你的心的归属在哪里 谁对你真 谁对你假 谁跟你之间只是玩玩娱乐 谁愿意为你付出 你要掂量清楚 人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个真情实义 要不然人生没有价值 就这样 祝你们俩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